日期时间函数 那首先第一个切到today 如果要抓到今天的日期的话 我可以用哪些函数 你可以找到日期时间函数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的地方 找到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里面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抓今天日期的话 这边有个today 当然today这个函数的话 它不需要有任何因素 所以你只要按确定就可以 它会抓到你今天的 现在的日期 那日期这个格式比较特殊 因为它里面记录的就是年 月 日 三个资料 那如果说你要运算的话 其实还蛮麻烦的 为什么你要 它有年有月有日 所以你要把一个日期给算出来 导致有点困难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你还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 用now OK第二个 now按确定好了 today跟now按确定 你会发现 结果居然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呢 其实两者有什么差别 你想说两个如果一样的话 那干嘛 有两个函数呢 那基本上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基本上它最大的差别 你可以把 这一个两个格式 两个储存格选起来按右键 把它的格式 储存格式呢 设定为什么呢 设定为时间 时间里面你找一个有 有那个年月日跟十分秒 也许十分秒 我看大概就这个 十分这个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两者差异就出现了 today的话呢 它的日期一定是停在十二点正 然后如果now的话呢 它除了有日期之外 它还有时间 所以如果以后 假设你要抓到日期跟时间的话 一定要now 但如果你只要日期的话 那当然today好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假如说我把这个格式呢 我希望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的 在那个中的练习里面 如果我希望呢 把它变成一个民国年 那民国年里面呢 斜线变成点 然后有那个 各位数字补零 ok 然后后面有个周期的话 像这样的格式 我要怎么变出来 请你按右键 出成了格式 那民国年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没有民国年 你会发现 在日期这个格式的下方 会有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例 有没有 形式例类型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仅限于在台湾发行的繁体中文版 才会有 所以之前有同学 因为是外商公司 他们公司装的office是英文版 那里面就不会有中华民国例 ok 而且好像连香港的繁中行业也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没有 那表示你那个版本不是在台湾的一个版本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他那个版本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什么呢 像刚刚那个格式 107年的 然后1月1号 可是前面要补零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哪一个 用这哪一个都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再来修改 那找接近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有没有 90斜线把它改点就可以 那我找这个好了 就找这个90斜线 3斜线14这个 然后记得按一下自定 修改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在那个出现格式里面 如果你要再做进一步修改的话 记得这边有个自定 自定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可以让你修改 那你要怎么修改呢 先选一个 然后再点自定 点自定之后 它的背后的公式就出来 就在这里 其实前面什么呢 一个中瓜 后面一个一级民国的 它的一个算是它的城市 它的城市 然后呢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这个斜线改成点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是什么 斜线把它back一下 删掉改成点 其实这个公式里面 都可以让你自由去变更的 所以第一个 先把那个点 把它斜线改成点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将来呢 我要各位数字 如果说月跟日 如果是各位数字要补0的话 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什么 后面加一个m mm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两位数字 如果是它是个位数字 会自动补0 那后面呢 d也是一样 所以你再补一个d mmdd 这样就可以 你补一个d之后呢 12月 1号变01了 好 那最后 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再来最后剩什么 后面如果你要加一个什么 刮弧 所以在分号前面 加一个刮弧 里面如果要出现什么 周几 周几要怎么出现 其实关键的话 其实就是打三个A就可以了 A A 有没有看到 三个A就出现了 那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呢 记得四个A就是星期几了 三个A是周几 四个A是星期几 OK 那可能按确定就可以了 不过有同学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几个A呢 那里面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跟各位讲 刚刚不是有讲过吗 按右键出现格式嘛 其实呢 要知道周几的话 日期里面也有 日期里面再切回到西里 西里里面这边就有个周期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样呢 先切到周期之后按什么 按制定 那制定你会发现 在中瓜五后面跟分号前面 不就是AA吗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先知道了 然后把这个记下来 再把它放到 我要制定的那个里面就OK了 所以其实一个格式里面 可以从好几个不同里面内建的 来什么 来拼拼凑凑的 OK 所以里面有些不知道没关系 你比如说你要分号 假设你要一杠 万分是多少 分数你不会的话没关系 百分是多少来改也可以 自定一下 这边也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有没有 那你就稍微模仿一下 所以里面有蛮多的 不过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稍微在 针对每一种格式里面 它的那个格式稍微做点功课 以后的话拿来修改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就是today跟now 然后格式一下 第二个的话 再请你把这个格式按右键 改成什么 储存格式里面 再把刚刚的格式 改为所谓的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里面 它就恢复原状了 所谓的通用格式 就是说 它外面不要有任何的格式存在 就是恢复成最原始的状态 通用格式 按确定之后 那你可以发现 日期 它有点像照妖镜一样 通用格式有点像 照妖镜就是说 它一照 它就恢复成那个 比如说它是哪一种妖怪 比如说猪八戒 一照变猪了 有没有 然后那个 什么 有没有 再一照它马上就变成 恢复打成圆形 原来它的圆形是什么 原来 它在isail里面 一个日期 原来是一个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 如果没有时间的部分 它是整数 可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后面居然有小数点 所以其实跟各位讲 日期 在isail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 而且 如果有小数点 就是有时间 没有小数点 就是只有日期 那你想说这个日期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日期 43070 主要是跟某一天说比较 哪一天呢 就是跟官方说法 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 互相比较之后的话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你旁边打一个什么 1900 1900年的斜线 1月1号 假如说你把 1900年的1月1号 Enter一下 然后你再把它按右键 出存个格式 改回到什么呢 通用 因为你打斜线 它自动帮你格式化成日期 那你要把它打成圆形 照妖镜 恢复回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什么 1 有没有发现 所以 那如果你在1900年1月2号 那就2 依时的一推 所以呢 每增加一天 它就加1 那当然未来 越后面的日期呢 当然它的数字会越大 不过基本上这个你想说数字会不会不够放 也还好吧 你看经过 1900到现在也多少 也一 几百年 100多 117年了 那其实也还好 4万多而已 如果再一个100年 不过 Excel能不能还有100年 不知道 所以 其实它只是一个定义而已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下这个概念 大概就知道 原来 那个日期本身呢 就是一个数字 OK 第一个 应该可以理解 那第二个 十千 你想说十千 后面为什么小数点 那个小数点 是什么意思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后面的小数点 嘿 是 如果改成1896年 就是在1900年之前 它没办法变成同样的数字 哦 因为它不认得这个 不认得这个数字 不认得这个 因为 它的定义就是只有从1900开始 所以它不会有负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 你打 它是什么 就 就保持 对 所以你会把它改成什么 18 18多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 1899好了 1月1号 那理论上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负责 可是它的定义是没有 它定义就是这个我不认识 OK 我不认得这个格式 所以他会认为说 日期是从1900年的1月1号开始 才算是有日期的开始 这个定义是有bug的 这样以前古人怎么办 出生你要格式计算 很抱歉 Excel他不管这些 他认为那些已经不干我的事了 所以以前什么 1895年 如果你在这边计算 他不管历史的 所以定义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第二个就是小数点 那为什么小数点 其实你可以在旁边这个地方做0 其实简单讲起来 一天嘛 一天就1 对 整数1 那如果一个小时的话 其实就是1.24 1.24除 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你在旁边做一个练习 你如果想要了解时间的话 那每三个小时就0.125 所以0.125 0.125 0.125 然后你往下填满 你会发现0.125 刚好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你按右键之后的话 把它改为 格式 格式 这个部分改为 那个 时间 每0.125 然后呢 你这边时间 去 改成有时间的格式的话 你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0.125 原来里面 有没有 其实就是每三个小时 就0.125 那因为我 为什么0.125 因为刚好能整出 其他不能整出 就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一个小时呢 在ecell里面呢 它就1.24 那因为除不尽 会有小数点 所以 基本上大概知道一下 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 如果要计算 计算什么 计算那个 比如说奥运倒数 奥运现在应该2020的 所以把这边改一下 2020年 然后呢 哪一天呢 假设我在旁边呢 输入2020 假设8月16 假设这一天 因为在东京办 2020 斜线 然后呢 那个 8月16 假设这一天 Enter一下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倒数计时的话 倒数计时 我刚讲过哦 日期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把数字 减数字回来 不就是一个结果了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算日期的话 等于什么呢 未来的日期 因为未来一定数字越来越大 减掉什么呢 减掉那个 我们的 那个什么呢 这一天 减掉今天 那今天怎么表示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today 或者是你直接去抓上面这个日期 也可以 剪掉上面的日期 其实你反正改为通用也没关系 反正它剪出来一样可以 打勾 OK 那你会发现剪完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日期格式 如果你刚刚上面格式把它改的话 那你在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再改为通用之后 按确定 它会出现正确的答案 有没有 989天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了 那实际上呢 计算日期 其实最困难的点 并不是计算天数 最难的是计算月份 为什么 月有28 29 30 31 至少有四种 对不对 那你怎么 你总不能说全部都把它当成30天来做计算 所以月份怎么计算 这个也是比较 366天 对那你不能全部都当365天来出啊 所以 要怎么样精确算出 这个年跟月 其实你可以借用隔壁这个 所以待会请各位 切到DATIF 这个DATIF函数相当重要 如果你要算月跟算年的话 其实一定要用DATIF 以目前来看 应该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取代DATIF 那么简单 你不能说 把天数算完之后 除以30就是到几月 不过你除完30发现 不够精确 会有错误 会相差一点点 那怎么样 使用DATIF 这个地方我有一个 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就是说 我希望计算这个底下的员工 他生日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活了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要刚刚好 而且好很精确 你不能用计算计算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很快的把那个人到今天为止 他活了几岁又几个月又几天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DATIF 所以请各位也许稍微试一下 这个DATIF函数 那DATIF函数 比较特殊 因为我好像上礼拜有跟我讲过 他是LOTUS123的专利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在清单里面 那我们怎么做DATIF的使用 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要自行输入 等于 DAT DIF OK 记得 字不要拼错 因为最容易发生错误的是DATIF打错字 前刮弧 后面的话呢 特别最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插入函数找到 所以你只能够用自行输入的 那你必须要给他三个引数 第一个引数是比较前面的日期 所以比较前面的日期是期时日期 第二个的话呢 是比较后面的日期 结束日期 第三个是你要比什么 如果要比年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双引号Y 后双引号后刮弧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因为这个我看蛮多同学 比较容易打错 大概就是 像那个什么双引号忘了加啦 或者是日期 特别是一定要先前面在后面 你不能先后面在前面 两个不能颠倒 颠倒的话就错了 然后按打勾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会算出这个日期 到这个日期 总共26年 那DATIF有个特性 就是他除了会算年之外 他还会帮你检查 月跟日有没有满 也就是说呢 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呢 已经满一年 所以是26年 所以如果你把 后面日期的十月 改成八月的话 八月十五到八月十二 还没满 你如果Enter的话 怎么样呢 他就变25年了 意思就是说 他会再检查一下 年满了 可是月跟日有没有满 如果没有满 就不帮你加一年 所以特别最后 这个减年的话是真的满了 所以他生日到了 他才会帮你多加一岁 OK 那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样 把它向下填满好了 那底下 如果我们要算出那个什么 精确的那个月的话 其实你可以加一个M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313 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把 十五号 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 如果把十月十二 十二改成十五的话 因为月嘛 日已经又满了 对不对 Enter会怎么样 多一个月了 OK 意思就是说呢 那个Dedif 除了检查月之外 他会检查日 有满 有满的话呢 会帮你多增加一个月 没有的话 就帮你少一个月 OK 那日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B 把它改成B OK 我刚有提过 其实呢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Dedif这个地方 用D 其实可以不用 为什么 因为刚刚讲过 你可以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 后面的日期 剪掉 前面的日期 打个勾 其实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 我刚刚没有用Dedif的D 其实算日期 不需要用Dedif 杀鸡不用牛刀 直接相剪就好了 最简单 好 那其他的话 后面还有三个参数比较特殊 因为呢 我们要算出什么 算出年 然后呢 底下如果要精确到月跟日的话 所以你会需要什么 如果说我算完之后 我有剩下来的月份 剩下来的月份 因为减完 剩下来还有月嘛 怎么 其实这边就刚好有个YM 这个YM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减完之后 剩下几个月 它会告诉你 所以我用这个函数的话 后面加一个 这边的话我可以把 把它改成YM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相差剩下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 它那个20 比如说上面这边 假设 26年嘛 比如说一样 10月 12号 它已经26年算完了 那26年又几个月呢 你现在告诉你 一个月 它会把什么呢 算完年之后 剩下来的几个月 它会帮你什么 用YM的函数 可以帮你找到 有点像你给他一千块 他会找你多少钱 他会帮你找 找零钱 找钱给你 OK 不然以前的话 一年算完之后 剩下来 剩下来不管了 这个有点像那个概念 就是YM是说 算完年之后 你还剩 找多少个月 每个人其实都 都有一个 你也可以算一下 你活到今天 几年又几个月又几天 另外的话呢 底下再来看MD 那其实YM是说 找 这个YM找 找的是M 所以 如果 剩下来的M 那YD的话 实际上是 剩下来几天 两个差别是说 回来的是几个月 那这个是回来是几天 就是算完年之后 剩下几天 那MD的话呢 就是如果 已经算完年 又算完月之后 还要剩下的 还要找零钱 零钱就是天 那你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MD 就是年跟月 算完之后的话 那还有剩下来的天 帮我算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MD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的话就是 剩下27天 所以基本上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两个日期 假设我要知道 它详细总共 相差几年 26年 几个月 一个月 又27天 就算完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式 帮我放到这边来 算出什么了 这个人 他的生日是1972年8月5号 到今天为止 请你在这边加一个叙述 他已经几岁 逗典 几个月 又几天 那要把他叙述到这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然前提 就用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Dedif 就可以做出来 这一题的话 重点是Dedif 配合自串的串接 把他串在中间 显示出来 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这一题